龙哥借坡家就成功了吗 油皮啊他跟小孩来了个 三气超比啥 看我的哈希人权 好了咱们继续来看这场对决来自于成龙对战小孩 现在的比赛小孩还是不利啊 因为落后了三分了 成龙现在优势在小儿这边 因为他毕竟他就干掉成龙手发了 中间巴士也快没了 这把比赛谁能赢还真的不好说啊 来看啊成龙的八神对战小孩的温妮萨 哈希神拳解决了另一面的八神 不过如此啊 可能实现起来比较破大 哈希神拳又来了 看是中的哈希神拳 这招其实比较赖啊 再开拳 小孩的八神给他来了个三气超杀 一股能量 出锅啊 进身开启成龙在做最后的抵抗 能不能再给出一个没有哈希的机会了 小孩一下子自应权对弓 一股能量 还能量 在大主要的 战争 这个人 现在太多了 先睡醒她 因为我们的一个名称 这是什么 这个人 说 有故事 对 电视 有故事 对 0.1跟0.1是有外包给韩国一家公司了 主程序还是日本这边写的 0.2是SK重新挥处之后 对吧 重赌之后开发的第一团圈黄 那是日本人开发的 跟韩国没关系了 小时一个超必杀 终于是小孩用温妮莎解决了对面的手法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 继续来看接下来上对决吧 来自于风龙对战小孩的温妮莎 没了 哪里跑跑不掉了 小孩连针出现重大失误 好在成龙也失误了 没有缺帆 这个先锋抓到的地末被车龙终于是缺乏一套 怎么办 还真正不敢说 谁能写到最后 他们压强点的绝技就是这个温妮莎 小孩现在要不要爆 我爆气 我这也还是爆气了 这种练乱点的绝技就是这个温妮莎 那绝对战小孩的绝技就是这个温妮莎 最后一位温妮莎 那绝对战小孩的绝技就是这个温妮莎 好 小孩把自己咬醒了,但是又被龙哥摁倒了。 两圈。看来小孩有点难啊。 有点难啊。 这场比赛一定要好好看,那现在温妮莎带战八神,蹬在角落里。堵不住吗?危险了,温妮莎,这个下低对控完美。 来看一下八神,对着八神吧。 出波! 小孩稳稳的。 出波! 三圈! 小孩被成功搞了个三圈,鲍饼啊,你感谢。 怎么办 大家要玩一个四星翻盘吗 他有一个攻杖 有一个援助 再抓起步 再接一个八字女 打不死 但是 我吵这也行